这个没有看过 仔细介绍自家产品 大立光执行长林恩平 尽管碰盛休假的星期天 还是亲自接待行政院长将一跨 就连鲜少露面的大立光董事长林恩周也现身 是我们新厂的投资计划 我们大概土地现在已经是30亿 建物是63亿 机器80亿 研发备用30亿 我会向各位报告 这个我们都是以很保守的估计 都是可以达到的 林恩平除了介绍公司的营运概况 也表示扩产的金额要超过205亿元 但银弹足了资源却是骚逢缺乏 我们是无城市 那无城市大部分水会要带热源带掉 所以它会毁花掉 最主要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部分回收可能比较困难 尽管光学产业为低污染的产业 但需要大量的水焊电 即将新建的新厂房将会遭遇缺水问题 林恩平也希望政府出手援助 将一化承诺会帮忙 也大力称赞 大立光是台湾之光 把我们的获利能够让更多的员工可以分享 不只是股东而且也是员工 大立光去年已经加薪了 那么今年我们还期待能够随着营收的攀升 也能够继续大幅的加薪 因为随着一家公司加薪 它就自然会对其他的公司形成一种示范作用 加一化表示大立光的加薪 有助于带动台湾其他企业 更感谢大立光回台湾投资 期望能够持续替台湾益助动能 而林恩平也喊话 随着新厂启动扩厂计划 要大举争裁 目前规划大概需要6000多人 而大立光9月营收出炉 收到大客户iPhone热销激利 金额46.24亿元 比上个月增加17% 年增率也高达74% 续创半年来的新高记录 累积前9个月的营收 达到289.21亿元 年增率将近6成 营收报表激励大立光6号股价 以2420元跳空开高 盘中一度冲高到2450元 可惜尾盘受到大盘走跌影响 由红翻黑 小跌0.84% 收在2370元 反而认为大立光的10月营收 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能否成为台股的金氧指标 后续得要多加留意 记者詹璇雄如喜台中报道 哇米粒般的镜头 以前像这种米粒般的镜头 一定是什么特务啊 对不对 才可以拿了 现在我们投资人随时也可以 米粒般的镜头 所以给我们大立光掌声鼓励 那我们赶紧跟大家来谈到 因为9月份营收也即将公布 然后第三季的季报也十之八九 小谷敢在这边动 总是有感动的理由吧 你懂我不是那种感动的理由 我的意思是说 营收大家马上见真章 刚刚其实鼠方 负利你也逃不掉 我敢讲 您觉得我怎么样呢 我觉得鼠方刚刚讲的话是关键 营收好的跟季报好的 两个之间来说的话 不见得完全划成等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些小股 跟股价好的又没有划上等号吗 也没有 我待会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 所以你现在要注意 有些股票譬如说像太阳能LED 它每次营收都不错 可是财报一出来就很难看 所以通常我们过去都讲 LED 太阳能 做营收不碰财报 这是一个操作技巧 那么至于营收好 是不是一定会好呢 那么我们去看今天可成好了 你看可成今天的分史图 你可以发现它开低走低的 可是它的营收公布的是 创历史刺刀 第三季创历史新高 如果你从这边解决 可能不错啊 历史次高 第三季创历史新高 可是它怎么样 它比前一个月衰退 所以它就开低走低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给大家看 上尾 4733的上尾 你看它K线图 你看它K线图 你可以发现 涨停板 涨停板 很凶 全市场都知道它会创历史新高 可是它在公布 你把它削掉之后 我们看 最近在两天放大一点 它是什么时候公布呢 它公布营收的时候 股价反而下来了 所以这是一门艺术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 建国营收之前 已经先涨3到4点以上 那公布营收力多不能涨 就是领先 对 领先 然后你只是有创高 那只是符合市场预期 对 还有一个我们再看 今天公布营收的 有一支股票叫做尖点 尖点的股价 今天营收公布 创历史新高 你看尖点的K线图 尖点K线图 在营收公布之前 先跌停板 那么大家会很自然而然 就认为 那这个月的营收可能不好 那么今天公布营收了 创历史新高造跌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现阶段就是说 营收创历史新高 固然在股价上 理应正面反应 可是我刚刚跟大家举的 上尾的例子也好 或者尖点的例子也好 这都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呢 所以大家不要去过度迷信这个 除非它优于市场预期的 那么它才会有一些表现 如果大家都预期到了 反而有人借这个机会 先跑 先跑 所以各自小心 那么今天排面中 比较整齐的族群是谁呢 说实在话 汽车 汽车零件股比较整齐 那么汽车零件股 我今天把所有的股票 全部给它扫一遍 包括周边的像什么西华 什么系统店 我通通扫一遍 这些股价都是创高的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整个汽车 它还是呈现一个分歧的状况 汽车的本益比 相对上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涨 我认为是OK 到真正公布 它的一个企业联报 聚报的时候 除非看它的成长率 优于预期 否则的话 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好 那么何大刚刚 鼠方已经讲过 我就不去强调 那么F6灰 你可以看到F6灰的K线图 连续四根长红棒 看到没有 冲天炮 它创新高 这种股票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它短线的无日线乖离 是放得比较大 第二个 它在连续四天是放量 所以在这个位置 这个放量 它换手是成功 还是不成功 我觉得投资朋友 就要用量的角度去 盯住这支个股 那么套局 我们鼠方最常用的话 量大的 低点不要破 先把它抓住就可以了 这是在整个 汽车股票里面来说的话 六灰跟核大 它是位阶比较高的 位阶比较高 那么这 最主要是投信在任养 你可以发现 这两支股票 下面打投信下去 两支个股都很清楚的 都是投信 这个是六灰 你再看核大 核大时间更长一点 看到没有 这都是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投信 只要没有转买为卖 基本上 你还可以陪它玩一玩 大概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筹码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凭借了 对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维生 维生基本上 我们把它认为是 汽车里面的高价股 也具有指标性意义 那么以维生来讲 你把它还全息的话 它创高 它今天创高 所以它这个波段很强 那么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我们恢复它原状了 你可以发现 用维生 你看它K线图 可以发现 它其实 它是一段一段地来 所以这种股票 在走起来的话 反而相对上 你比较容易掌握 它的一个位置 拉回来 这边有支撑存在 这边拉回来 这边有支撑存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一定要去追那个F6灰 那么尤其是核大 其实量放得很大 掌停板收盘 可是掌停板并没有锁起来 这个筹码到底谁在供应 这个可以去值得观察的 那么至于维生 主力卷商是摩根大通 跟凯基 那么这里面分别代表了 一个是法人 一个是我们本土的一些卷商 那么股价 它属于高价股 所以基本上它应该是一个大咖所为 这些股票 你从它的平台整理 可以看起来 它是按部就班的 这支个股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再看 这是最高的以外 其他中长期的均线在上升的 中长期就指的是 连线半连线 月线季线 是在上升的 可是这里面去观察的话 包括建林 它是外资跟投信在买 车王店是外资在卖 那么车王店是比较奇怪的 大意是凯基跟自营商在买 所以我把这些买进的主要卷商 都给观众朋友 写出来原因是什么东西 那么建林来说的话 它是偏向于法人的 车王店就比较偏向于市场派 那么至于这个来讲的话 是本土卷商为主轴 所以我选了这三支股票 作为一个代表 这些股票你去观察的时候 第一个看它的月线趋势 或者大量趋的下沿 我们拿建林为例子 你可以看到建林的K线图 其实很清楚 在整个上升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加一个成交量进去 你可以发现 它最大的成交量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市场掌握 或者说你把它消掉之后 你看它的月均线 月均线它能不能维持一个上升轨道 所以从这些个股代 汽车股来讲的话 它们位阶相较于F6灰跟这个核大 它是稍微低一点 可是它在整理期间 有逐渐在转强的一个迹象 所以你只要把转弱点抓住 其实就OK了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第三章 中长线是分歧的 像江生跟铜制 它月线跟连线上升 那么G线跟半连线就在下降 F帽连 G线跟连线上升 那就代表它月线跟半连线在下降 那么这些股票那还是在区间 区间震荡整理 所以同样是汽车零件股 我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别 而每一个类别里面 谁在做这些股票 让观众朋友清楚 你该跟着法人走 还是跟着外资走 还是跟着本土的券商走 你就比较清楚 另外就是看筹码的位置 跟它消息面出来之后 筹码的一个变化 或许在汽车股里面容易掌握得住 OK 好 那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要向这一位 我们金融前辈来致意 但是我觉得对许多投资人来说 会喜欢做一个观察 就是他的一个接班的一个态势 其实两位儿子分工得非常的好 那应该对存股价而言的一个角度 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这也是我看过这么多企业家当中 之一 应该是能够把接班的一个问题 跟分用问题 在他辞世之前 已经都大致底定 对 其实 他总裁办公室从来没有空过 他还是照常上班 那么只是在最近不小心摔了一跤 可是在整个接班布局上 他已经行之有连了 所以你觉得投资人其实是 我真的不需要 因为基本上他这一次个股 我们认为就是说 纯粹从接班的角度 跟新一代的一个 在管理经营的过程里面 其实已经早就成为一贯 所以不至于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换句话说 获利王的地位 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得住 OK 所以明君也非常感谢他 20年前出身之赌不畏虎 拿着麦克风问他 对于整个金融版图 跟金融王国的一个看法 他很温暖的侃侃而谈 他对你的温暖 我觉得他对我们官方谈话 不太温暖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太小看了 因为他何止是金融王国 何止是金融版图 他目前跨足的 在整个富邦蔡家的一个部分 百货业有他 电信业有他 还有呢 包括我们付钱的第四台也有他 电信业嘛 台湾大哥大 OK 所以这一点的确是让人相当的一个佩服 也谢谢当初20年前的温暖 接受一个刚出社会女孩的一个访问 谢谢他 那我们也来看看 这位算是可敬的金融人 一台台黑头车接连进入停车场 富邦集团总裁蔡万才 昨日辞世后 位于仁爱路上的住家 就不断涌进调研的亲友 从蔡家大门走出来的亲友 低调再低调上车快速离开 不过仔细一看 大门里头早就摆满不少花篮 也能看见署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 蔡正达蔡正球兄弟 致赠的花篮 但其实不只是蔡家亲友 富邦金控一级主管 也集体在下午前往调研 这回替富邦大家长办理后事 蔡家选中的也正是先前 帮国泰创办人蔡万林 处理治桑事宜的殡葬业者 下午过后 业者也忙着将桑礼用品搬进蔡家 这回蔡万才辞世 不少商界大佬也感到相当震撼 蔡总裁也见过几次面 这个很遗憾 这个平常我看他身体蛮健朗的 不过5号一大早 富邦总部和富邦人寿大楼的资深主管 和员工照常上班 只是集团气氛相当凝重 现在有碰到总裁过吗 有 上个月有 上个月还不过 那总裁看起来怎么样 都很好 很震惊吗 这个消息有意思 当然会啊 员工错愕 而富邦集团始终不愿对蔡万才辞世 原因发表意见 但根据了解 蔡万才因为不慎跌倒 前日中午即传出 他住进国泰医院 而且情况紧急到需要动用叶克膜 富邦金控则是到下午4时 发布极简短的新闻稿 证实蔡万才辞世 员工指出上星期 蔡万才还有现身富邦金控总部 更几乎每天都进办公室上班 关注市场发展 总裁办公室几乎甜甜开张 为富邦打拼超过10年的资深员工 私下表示 蔡万才一直以来对公司同仁都相当照顾 这般的问题还早 50岁以后到65岁 这中间是一个男人做事业 黄金 就连儿子蔡明中和蔡明星 每周也得对爸爸报告集团业务 因为目前富邦金前十大股东 都以蔡家人马为主 蔡万才名下持股高达17% 台北市政府持有13.11% 蔡明中和蔡明星则分持2.6%和2.77 女儿蔡明成持股2.35% 蔡家一共持股富邦金超过24% 蔡万才辞世让富邦金五号股价下跌走低 不过中场跌幅收敛 收在47.8元 小跌0.52% 台湾大股价跌幅较重 下跌1.29% 中场收在92元 而根据透露 对于蔡万才的灵堂 富邦集团决定设置在富邦人寿大楼 将于下周一开放外界调研 记者综合报道 中场上下周一开放外界调研 连续20年 我们获得全国房仲理想品牌第一名的肯定 所以我们应该比客户更先想到他们的需求 我问你 还有什么是我们还没想到的 纽利活葡萄糖爱义连续三年荣获健康品牌第一名 纽利活活力周正式开跑 特价899 你们能在10秒内让大家知道国家品质奖的意义吗 很简单 提供客户国家级最高品质的保障就对了 亚诗蓝带找回你脸上的钻石比例 钻石立体超紧织系列 收紧肌肤 修饰下巴 烹饪双颊 每个角度都年轻 钻石乳霜 滋润品亚洲销售第一品牌 亚诗蓝带 出差 旅行 头痛 发烧 质痛单 止痛 退烧 就像高且 快又轻松 明通质痛单 快点 快点 喉嚨癢癢時 提早服用京都念慈庵穿背琵琶膏 形成防護層 保護滋潤猴頭 才能有效止渴化痰 指名校青圖 才是京都念慈庵穿背琵琶膏 快點 上面 上面 喇叭又在睡覺了 這行車太舒服了吧 我無困難 我的地鄉行 鄉行無力 M7 Triple 全球首發 Lux Gen 全車系分歧零利率 讓你輕鬆入主Lux Gen 購車 啾啾抽iPhone 6 歡迎週末參加橡皮筋編劇營 好 晚間的9點19分 那今天BDI的一個數值 呈現緩定 因為進入了秋冬季的一個 大概到11月左右 大概就是比較難以在整個貨櫃的部分 以及所謂的一個運輸的部分裡面 大概就要慢慢結冰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元指數好了 因為美元指數呢 在上個禮拜 對不對 我們放假之前也飆高了 對 那也對整個亞幣造成影響之後的 我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我認為這一次一定又是前了的貨 所以你知道我本來以為上個禮拜已經是激戰到一個段落 結果你看這個禮拜剛開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認為今天的外資在期貨需場上面的飆高 一定跟貨幣有關係 比你身高還高了 你看 大概已經飆到大家都 大家都認為差不多了吧 對 共一身又給你上去 上個禮拜大概差不多了吧 但是今天包括韓環也持續成現重點 我覺得大概就是預計呢 當QE 美式QE正式退場 欧式QE要進場的時候呢 美元大概又變成避險的資金 這種管道上面是沒有辦法的 那美元又變成避險的資金呢 那反而美股裡面它有時候會續強 會比較應該不能夠續強 美股已經在最高的時候爆出大量 它比較比我們新市場國家的股市上面 會穩一點點 應該說穩一點點 其實包括黃金 大家也認為到了印度的 他們有一個節日的一個旺季 應該是黃金的需求 然後又進入了第四季 結果黃金也1200正式跌破 在最近裡面是那個 所以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有時候你要看清楚一個趨勢 這種趨勢上面 你不能夠說 它從多少跌到多少很深 那可是如果你從低一點 再看上來又很高 所以這種東西 我個人認為目前 其實我來看 全球的資金為什麼很難滾動 就是原物料的市場 一直沒有很好的投資的管道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中 到底怎麼樣 其實以我而言 我覺得全世界的投資 對我而言 我目前都覺得是蠻困難的 對 所以可想而見 包括了澳幣跟紐幣 其實的一個弱勢更是明顯 對 所以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一切都是前惹的貨 只要貨幣能夠穩定下來 那我覺得我們的股市上面 也應該能夠穩定下來 但是短期之中裡面 我覺得都是看 整個一個ECB的一個出招 歐式的一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你到底要怎麼樣 你是借美元 你來去做所謂的一個 在歐洲市場上面放資金 還是你去購债 這個部分裡面很困難 因為它之前曾經有借過美元 然後放出來 所以這種區塊是比較難 要等到它確定的細責出來之後 我們才能夠一一去做分析 這是沒有辦法的一件事情 但畢竟美元飆高了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的整個一個台股 或是我們新市場 國家股市 難免會有一點的壓力 好 那我們拉回到整個 在目前來看 今日的一個弱勢個股 我們把它看完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在之前就談到說 新日光外資一直在買 投薪一直在買 但是一定要留意 它要去做定價 那因為現增的價格定在29塊錢 有價差嘛 很多有的人就會先賣舊的 然後去認新的 它會把這個價差賺到 可是大家也不用過度擔心 因為它定在29塊 原則上29塊錢 它必須拉一層左右 才會有人去做一個現增的 一個認購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它目前變成 上它會有壓 下會有一個支撐 那大家就用虛間的相形 去做操作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我們再看下一檔 就是3008大淚光 其實我今天早上 本來是寫它是轉強股 後來變成比較弱勢的個股 是因為它開高走低 但主要的原因 還是來自於它公布 9月份的營收 創歷史的新高 其實大家先知道 這個16.7是很難能可貴 為什麼很難能可貴 它之前已經不斷的創新高 它現在再創新高 能夠兩位數字以上 它是非常的一個難 它也比法人預估裡面 大概多了一個數字 本來法人預估是6.7% 現在變成16.7% 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那我個人認為 我評估大利光 在最近裡面 大家要留意一個現象 以往而言 大家在盤勢不穩的時候 都很喜歡逢低層 這些叫低價股 但是我發覺這一波反彈 一來或是這一波裡面漲上來 很少是漲低價股的 它大部分都是中高價位的個股 跟我們郭爸談到的 籌碼面絕對有很多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個大家要去做留意 那我來看大利光呢 把龍券放出來 我來看大利光 其實大利光只要不跌過 2275元 我覺得還是續強的 可是你可以發覺到 最近我為什麼說 籌碼面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不要有低價個股的 迷失的原因 你看這些股票 農資是減少的 龍券是標新高的 那你覺得籌碼面到底是低價股好 還是高價股好 有時候你要知道說 這麼高的價位的個股裡面 都有人願意用性股埋進 有時候呢 它反而會有短線上面的軋口 那在今天裡面 我們就先跟大家講一下 以今日而言 已經公佈 營收創歷史新高的 整個一個在 IC設計個股裡面 有所謂的瑞育 跟所謂的聯勇 這也是創歷史的新高 那至於在捷人的概念個股 就是3691的碩合 那手機的概念個股裡面 就是3008的一個大力光 還有6153的一個加聯益 那現在這些個股不是公佈 你都要隨便亂追喔 你要以籌碼上面 為第一的一個優先的一個順序喔 那我們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我們來看一些類股族群 我在今天把大家八大類股族群裡面 掃描過後 只有五個類股族群 它是比較屬於偏多的 我們來看看仿牽的類股指數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在最近裡面天氣變涼了 我發覺仿牽是很少人提到的 但是呢 它已經去站上了所謂的 這個時間點 月限它已經站上了 它也打出了一個底型 最近有些仿牽個股裡面 它是很強 主要的原因是 除了電子個股有匯退收益之外 仿牽個股它也有匯退收益 然後2015年就是明年 大家又忘了TPP 越南要正式變成簽訂TPP之後呢 整個一個所謂的疏美 那個部分它是免關稅的 那我們再來看看機電類股 機電類股裡面它也是很強 生技個股剛剛已經談了 就不多談 航運個股裡面 也在最近裡面是很強的 那但是呢 它跟所謂的散裝 它比較沒有關係 它跟貨櫃上面 它是比較強的 那另外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剛剛談到的OTC 跟所謂的百貨類裡面 它都是在最近比較強的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裡面 比較強勢的八大類股族群之中 我們來從仿牽個股裡面 先來看一檔個股 其實有些人一直在問我說 選股怎麼選 其實我覺得蠻難選的 那以我而言 我就開始化繁為簡 也就是說如果有一檔 如果有外資也買 投信也買的 那我們就不用過度的一個擔心 或許在基本面上面的考量上面 它可能在未來的穩定度 至少外資的研究員 投信的研究員 都對它未來的穩定度裡面是很高的 那今天1477的巨洋 他們在之前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跟投信 今天的外資呢 買超的一個張數上面 它是擴大的 那投信在最近裡面也開始加碼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談到的這一檔個股來講的話 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要做介紹 因為1477的巨洋 它的9月份的營收是創歷史的新高 它創歷史的新高 而且是兩位數字以上的一個成長性 MOM是高達11.25 是創歷史的新高 那這一家公司其實在上半年的獲利 它是比盧宏還來的高 盧宏現在是200多塊錢 它只有100多塊錢 那主要的原因呢 它如果它的一個產品有88% 它是輸往美國 也就代表它未來裡面 以88%的產品輸往美國 它大部分是拿到美元的 所以對於它的第三季的季報上面而言 它是相對性的有利 那這一家公司有沒說過 它長期以來 從掛牌以後 它的獲利上面的穩定度 它都是很高的 那目前已經從9月份的營收公佈 創歷史的新高之後呢 它的第三季已經確定 比第二季成長了36% 單季的EPS 我們用很保守的估計了 它至少是2塊3到2塊5以上 去做起跳 那今年的獲利數字呢 是8塊半到10塊錢 那我要談到這個部分就是說 未來裡面來講話 期間逐漸的接近年底 大家一定又會討論到TPP的一個概念 那TPP的概念一定要選擇 你沒有到越南設廠的不算 就是你一定要在越南設廠 然後從越南這個廠 你輸往美國的 你才是零關稅 所以在這種區塊之中裡面 巨洋呢 它本身已經去整合 整個一個越南廠 然後也去做一些的投資 所以在明年裡面 大家預估在整個一個TPP的概念之中 它因為零關稅嘛 所以它獲利會向上再去做一些的成長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不管是營收創歷史的新高 不管是未來TPP正式的生效 那我覺得這檔個股裡面 至少在目前而言 相對性在訪籤個股之中 它的營收跟獲利的表現是很好 那我們也看到剛剛來講 外資跟投信裡面 它是同步站在買方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來看8101的 我們先把傳產裡面 兩大法人同步買超的個股 下面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就是剛剛談到的核大 在今天還是同買 過來貨櫃的部分裡面 就有在長榮的部分 那巨洋剛剛已經談到了 還有所謂的百貨類的 倫泰新啊 倫泰全 那這個 四公 Ren 先過去